我认为我会做什么样的工作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工作 但我的生活不会比现在更好 熟练的根据处方监备药 是缅甸难民塔赫尔 在吉隆坡医疹中心的工作日常 十年前年仅九岁的他和表哥 从缅甸逃难来到马来西亚 他们一直在杀人 特别是中文人 所以在米安马里没有安全 所以我认为我能继续研究 我初来到马来西亚 其实我没有继续研究 我只是睡觉、吃饭 帮父母做的事 非常好 直到2016年塔赫尔在亲戚的建议下 到安邦茨基南米学校就读 在那里完成小学课程后毕业 一直增加研究 帮助教士们 当我终于学习 我想成为学习 帮助人们 然而我会用功读书 即使已经从安邦慈激那名学校毕业 但志工邀约参加活动 只要时间允许都会看到他的身影 假如慈激有什么活动 他也是很乐意参加 用感人的心付出 从中得到快乐 得到生命的启示 让他继续走下去 其实当我需要帮助 Suchie一直在帮助我 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为我做的 我还想要帮助人们 需要帮助 塔赫尔一直在努力学习 后来因家庭贫困 被迫放弃中学学业 出来工作 将钱寄回给缅甸的家人 几经辛苦辗转 广见于他优良的品格 吉隆波茨记医疹中心 给了他担任医疗助理的工作机会 当我离开我的学研究 是因为金融问题 但现在我赚钱 所以我可以支持我的家 以及我的兄弟 在米安马 虽然他们不可以学习 但他们可以吃 他们可以留下来 他主要负责是 你会看到他在我们的 法马西医疗 那边在负责 也在进一步 而且也很乖 其实我们实际 这里的工作 并不是一份工作 也 其实就是服务 他们自己的同胞 这就是医疗 医疗 医疗 我可以帮助很多人 语读 也帮助医疗 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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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帮助 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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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留下温暖印记 照亮了他的未来 买代流迹新代回答 吉隆坡报道